在中间我们看到投资人所犯的错误有几个 第一个他执行的空单的位置是对的 他犯的错误了有几个 他在交易当中的错误归纳 第一个交易的时机 第一个交易的时机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时机上呢 你通过纯技术分析得出在这个位置上的做空的位置 我觉得还并不错并不错 但是基于马上就会有Feders Reserve去公布一些重要的事件的时候 你就应该去了解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美联储的这种状态是什么样的 他是否会做一些与市场行情相悖的 或者说是否会做出一些出乎市场意料之外的一些动作 使得市场走出一些比较这种奇怪的走势 或者说我们期望市场在这一次有加息或降息的动作 可是他没做出的时候 所以交易的时机要去考虑重要事件的影响因素 那你在这里自己去补充考虑重要事件的影响因素 第二个那这个行情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就是我们在第一位 1300我把这个加一点 这个驻场的位置是1237.00 1237.00在这个位置上去做空了 去做空了 那在这个位置上做空 是不是需要一个止损的位置呢 必须止损的位置 破钱高必须止损的位置 必要的止损位置 那我们看到在这里 我就不把这位投资人的这个账单再拿出来了 所有的单都没有止损都没有止盈 全部都是手动的出场 那在黄金波动如此剧烈的情况下 采用手动的止盈止损的出场 是非常错误的 你可以不止盈 但是一定要去做止损的动作 所以这个投资人做的这个单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一些正确的单 举例 比如说黄金 我们也交易了 我也交易黄金了 四小时图上 我们也做了黄金的空单 比如像现在高位做黄金的空单 空的位置是在1274 那现在的位置是1263 那这个交易下去 这个图形已经下去有110点了 三手交易110点跑下来 那这个单 那有投资人说 已经每一手交易大概1100美元 三手就是3300美元 就是这样的一个盈利 其实也 那我们现在做的是止损 已经移到了我的获利点 入场点之下 就这单肯定会盈利 只是盈利多少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在下边不设止盈 你让他跑不设止盈 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去做止损 再给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这样的 像这样的欧元对瑞士法郎 欧元对瑞士法郎 他从下道上跑了多少点了 从下道上跑了已经170点了 跑了已经一个多两个月了 还在持仓当中 还在持仓当中 所以你可以不去止盈 但是必须要有止损 所以在这个交易单当中 必须要有止损 那第三个 在交易的时候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发现投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去做了一些 就在 因为他出场的时间呢 是24号 入场的时候呢 是23号 入场是22号 这个持仓大约两天时间啊 大约两天时间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还去做了一些多单 多单啊 那实际上就是说 他看清楚了 行情是上涨的 他做了一些多单呢 是锁单的动作 这些锁单呢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行情是上涨嘛 锁单呢 减少了一些 他在交易当中 锁单减少了亏损 那注意 我不是说锁单是好的 最重要的是在但是啊 但是更主要的是要在前边 要去做止损 实际上 他在这个整体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行情啊 这个图形上涨了 还是想把我的我的图像告诉大家 我让我我我就是 当我指的时候 其实是我想指这个位置啊 要是现场就好了 我指的是这个位置啊 我指的是这个位置 就是当他行情往上走的时候 我们 如果你想锁仓的时候 或者想锁单的时候 平仓是最好的 因为如果在这儿平仓啊 实际上他的亏损呢 这个位置大约是 1243 这是1237 跑上去之后的亏损60点 一手交易亏损600美元 而他通过锁仓的这个动作呢 挽回的损失的是300美元 而他的亏损单的是1800美元 那完成的净亏损的是1500美元 两箱比较 一个止损亏损600点 600块 一个锁仓亏损1500块 两箱比较还是 最优解还是止损 是止损 是止损 所以这两句话要一起看啊 所单减少了亏损 但是最优解 还是应该在这个地方的 去做止损的 是做这个止损的 止损的动作 好 那这是他 那当行情上去之后 我们发觉 我印象非常深刻 这个位置到了1257 有兴趣的投资人呢 可以翻看一下 就是在2月份的时候 我们在CCTV证券财经频道上的 交易 在内向的喊单 1257的位置开始做空 因为上方啊 上方的这个位置 你知道是什么吗 上方的位置 是交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位置 是SMA200的位置 实际上就是 这个行情经过了一些 技术面上的走势 或者基本面上的走势 一路上行 上行到了高位的时候 这个高位 正好是SMA200的位置 那我大约画一个 SMA200的位置 大约是在 它的走势呢 是这样的 SMA200 是一个这样的线细 同学自己去 在自己的 在自己的那个 上面去做印证吧 自己在自己的图形上去做印证 做印证 把这个好难看 去掉它吧 好就在这 那么当行情到SMA200 还有这个1260的位置啊 是黄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它不是一个 它比1250还重要 甚至它的重要性的和1300这个位置是一样的 你可以在你的日线图上去查找它 这是我们后期的在这个位置上去做了黄金的空单 结合这样的一些内容 我们去推导它的话 我觉得 这是这个单 几张 它在这个图形上 做的不太理想的地方 谢谢大家